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一百二十五集 这被白小桃命名为御人大法的神通 在之后的日子里成为了此地凶手心的游戏 他们经常会莫名其妙地飞起来 然后又掉下来 偶尔的还会突然两腿站立 这些凶手不但没有觉得恐惧 反而很感兴趣 到了最后 那些瘦小的瘦看到白小桃 立刻就跑过来 想让白小桃带着他们玩耍 而那些身体庞大的 如飞虎般的凶手 则是经常看着白小桃 在自己身边不断地伸出手指 口中还念念有词 往往很快的 白小桃便开始叹息 一副很郁闷的样子 默默地走开 直到他走远 这些身体庞大的凶手都在诧异 不知道白小桃在干什么 直到一个月后 白小桃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羽人大法 此法一旦修成 必定是惊天动地 我暂时先缓缓 但再强大一些 一定可以修成的 白小桃有些不甘心 可尝试了一个月 也没有太多的气色 不由地感慨起来 慢慢地收了心 想要继续修行 水则过渡时 又控制不住地 看了看自己的翅膀 当时北洋那老太婆 给我圆瓷珠子 与翅膀时曾说 这里面蕴含了隐翅秘法 白小桃眼睛一亮 把翅膀拿在面前开始研究 数日后 他叹了口气 只能又将其埋在心底 留待以后了 直至此刻 才算彻底地收了心 开始全力地修行 水则过渡 时间流逝 不知不觉的 白小桃在这北岸 已接近了两年 他后院的那株玉兽中 已长出了一张多高 可惜还没有开花 不过按照白小桃的判断 距离开花的日子 已不算很遥远 而他的水则国度 也在这不断的修行下 渐渐的气势越来越强 每次展开 都有昏鸣巨像 有一股奇异之力 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 降临四方 整个百首院内 九百多尊凶手 已经被白小桃全部都观摩完了 每一尊凶手 他都几乎了如之掌 可偏偏他的本命之灵 还是没有形成 难道是我观摩的凶手还不够 应该去观摩一下更强的凶手才好 白小桃沉吟了好久 看了眼 骨瘦深渊 迟疑了一下 觉得那里太危险了 想了想后 他眼睛一亮猛的抬头 看向了北岸的四座山峰 北岸的四座山峰 有守山灵兽 北岸的四座山峰 每一座山峰的山顶 都存在了一尊强悍的凶手 是各封的守护手 虽不如那条天桥没隆 可也是非凡 每隔数日 他们都会偶尔外出 要么在天空飞舞 要么就是扬天翼吼撼动四方式 也会引起不少弟子的羡慕与关注 白小春在北岸的这段日子 也曾多次看到 尤其是渊伟峰的那尊七彩凤鸟 更是让他记忆深刻 打定主意后 白小春匆匆离开了百寿院 路过失恋台时 看了眼失恋台的那尊凶手的雕像 这不是他第一次看这个雕像了 可每次都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也是其他弟子都有的现象 甚至白小春也曾仔细的观察过 但却一无所获 渐渐的也就不再关注 只是路过时 会下意识的扫了一眼 收回目光 白小春首先要去的是渊伟峰 此刻正带着心事 走在路上时忽然心神警觉 背后的原刺之瞬间出现 身体嗖的一下强行的向前冲出了树杖 几乎在白小春避开的瞬间 他之前所在的位置 有一道黑影 刹那间来临 光差一声 仿佛是牙齿用力咬喝的声音 让人心悸的传出 这声音不小 甚至都引动了空气的音爆 让人可以相信得出 这得需要多大力气 多深的恨意 才会在牙齿咬合时 发出如此惊人的气势 那黑影 赫然是一条大黑狗 身体足有一丈大小 如同牛犊 只是全身干瘦 更是毛发蓬松 仿佛是野狗 此刻神色正宁 盯着白小春 更有大量的口水 顺着牙缝流淌 尤其是那墓中的鸿芒 似带着疯狂 白小春也惊了一头冷汗 木然回头 立刻就看到了 这条大黑狗 愣了一下后 顿时认出 这 这不是北韩列的那条夜行兽吗 你 可还没等白小春说完 那大黑狗就嗖的一下 急速离去 俨然是一击不咒 顿之千里 白小春有些发懵时 四周的不少北安弟子 也都纷纷认出了那条大黑狗 一个个倒吸口气 传出低声议论 哎呀 北韩师兄这条夜行兽 太可怜了 北韩师兄没法要他了 其他人也不敢去靠近的 张老都觉得 他可怜 是啊 这条夜行兽从那以后 就时常在我们北岸溜达 甚至我有一次还看到他 站在一个小山包上 看着夜空发呆 好像还带着惆怅 哎呀 可怜的 难怪他要去偷袭白小春 白小春眨了眨眼 听到这些话后 也觉得心底有歉意 看着大黑狗远去的方向 白小春决定 不追究 这大黑狗偷袭自己的问题了 我也没办法呀 我当时出站 都说了让北韩列认输 我一旦出手 真的是自己都害怕 白小春叹了口气 转身走开 去了渊尾风 以他荣耀弟子的身份 哪怕是在北岸 也一样 诸多区 畅通无阻 小心翼翼的到了渊尾风的山顶后 他没有太靠近山顶的窑洞 而是在远处 找了一处岩石 拍戏坐在那里 默默的等待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有恒 这一等就是三天 三天后的清晨 突然的一声奉鸣 仿佛撕裂昌空乌云 阵阵七彩之光 在山顶窑洞内晒药时 七彩凤鸟 优雅的飞出 在半空中 翅膀伸开 出阳光芒落在他的身上 折射出 璀璨的七彩光辉 看得白小春心声震动 他隐隐感受到了 在这七彩凤鸟体内 似存在了一股可怕的力量 一旦爆发 自己即便是有大成的不死银匹 也远远的不是对手 凝望时 白小春将凤鸟的身影 烙印在了心底 不断的观摩 直到一柱相好 这七彩凤鸟才慢慢飞回 看都不看白小春 回到了洞府 白小春深吸口气 闭上眼 脑海勾勒出 七彩凤鸟的模样 继续等待 又过去了五天 还是清晨 这七彩凤鸟再次出现 时间流逝 白小春在这渊尾峰的山顶 一连观摩了数月 只是偶尔才回百首院一次 很快就匆匆归来 渊尾峰的弟子 大都听说了此事 纷纷诧异 也都没有在意 可也有一些内门底子 若有所思 心底起了猜测 直到又过去了一个月 白小春对于凤鸟的观摩 已到了入微的程度 他这才起身离去 去了洛日风 洛日风的首山灵首 是一只黑色的三眼乌鸦 这三眼乌鸦身体足有两丈 四周有一道道黑丝扭曲虚无 出现的时间不多 一个月也就那么一两次 每次外出时 不但速度飞快 更是会掀起一连串的闪电 且往往都是黑夜出没 白天不会出现 白小春为了观察这三眼乌鸦 在夜里全身关注 终于在三个月的时间 一共看到了五次 每一次他都目不转睛 沉浸在观摩中 渐渐的似乎他的本命之灵 诞生的迹象更为明显 穹顶峰的首山手不是飞禽 而是一只巨大的蜥蜴 这巨蜥动作缓慢 可气势确实极强 而他也最适合白小春去观察 因为他每次走出洞穴 都会站在一块穹顶峰最高的岩石上 一动不动的遥望远方 白小春远远的看着 不断的观察 几个月后 对于这蜥蜴的观摩程度 超越了七彩蜂鸟 更是超越了三眼乌鸦 至于鬼崖峰的首山灵兽 更是奇异 或者不能称呼为灵兽 而是一尊山鬼 仿佛是集合无数凶兽于一体 凝聚山脉成灵 而后诞生了意识 自称山鬼 这是一个具备人形的身影 全身长满了黑色的毛发 有着人的眼睛 额头上 如狼张开了大口 头顶伸着两根扭曲的脚 上半身 长着蛇的鳞片 胸口的位置探出一个虎头 身后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 她的手中永远都拿着一把森森的骨叉 每次出现时天空都会出现云雾 遮盖了日雨 使得她的双眼在一片漆黑中露出幽光 白晓峰看得心惊胆战 他能感受到对方知晓自己的存在 可似乎彼此差距太多 根本就没有理会自己 而是站在山顶 阳天发出无声的咆哮 在这咆哮中 鬼崖峰的无数石头都在微微的颤抖 许久 随着山鬼回到洞穴内 这些石头子才恢复如常 时间流逝 白晓峰沉浸在了观摩中 在这北岸的四座山峰之间 不断的来来去去 脑海里 她的本命之灵要诞生出来的感觉 越来越强烈 而却卡在了某个隔膜上 就是无法突破 北岸的弟子也慢慢都知道了 白晓峰在观摩守山灵首 有的人不理解 可如徐松 北韩列等内门弟子 却是猜测之后心底咯噔一声 他在修行水泽国度 这是北岸不少内门弟子猜出的答案 因为只有修行水泽国度 才需要去长久的观摩凶手 水泽国度 是与鬼夜行其名的灵溪宗顶级密法 且不同的人修行 有不同的效果 有的志强 有的极弱 那白晓峰既然在观摩凶手 就说明他的本命之灵 还没有诞生出来 不知道他的本命之灵 会什么呀 在这北岸内门弟子 纷纷猜测时 白晓峰观摩四封灵兽 已有了一年 实际上这一年来 不但是内门弟子关注他 就连四封的掌座 以及掌门 还有李清侯 也都在暗中关注白晓峰 水泽国度的进度 他们也在诧异 因为按照正常来说 百寿院的观摩 就足以形成水泽国度的本命之灵 可白晓峰似乎还不够 但就算是不够 加上四座山峰的守山兽 也应该可以了 但偏偏还是不够 白晓峰的本命之灵 竟如此难形成 本命之灵一人而异 它是按照一个人的内心潜在世界 形成了一种神秘莫测的灵魂 那白晓峰的本命之灵 会是什么呢 在这众人关注时 白晓峰结束了 对四座山峰守山兽的观摩 茫然的走在北岸 他发现 再怎么观摩也没有用了 明明有强烈的感觉 似乎随时可以在脑海中 诞生出水泽国度的本命之灵 只差一点就能突破 可这一点 却仿佛无限之大 白晓峰迷茫 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此刻默默的在这北岸前行 在路过失恋台时 他下意识的看了眼失恋台的那尊凶手的雕像 这被他曾经看了多次 每次都只是说有说不出的感觉 却难以明误的雕像 在这一瞬在他看去的刹那 白晓峰脚步瞬间一断 整个人身体一颤 一眼中露出不可思议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